- 漂亮的眉型能塑造你的气质 也能凸显你的轮廓 今年流行韩式粗眉毛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脸型都适合这个款式呢 就是一字眉 那到底你又知不知道 你的脸型应该搭配什么眉型呢 你本身有没有面对任何眉毛的烦恼呢 就是很空洞然后很稀少 本身有没有注意你自己的眉毛呢 没有 所以你对什么眉毛问题 现在我对眉毛很紧的眉毛 所以我对眉毛的眉毛很难 要面对什么眉毛的烦恼 很多眉毛而且又不整齐 所以你每天花多久的时间画眉毛呢 30到40分钟 那你自己本身每天花多久的时间画眉毛 大概5到10分钟吧 就是自己画的 都是自己画的 有没有听过其实眉毛也是要根据这个黄金比例来搭配的 没有 你有没有听过眉毛应该搭配什么黄金比例的脸型 太清楚了 你有没有听过黄金比例的黄金比例 没有 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本身的脸型 是不是适合韩字眉呢 应该 应该 所以不晓得 OK 那我们现在就去问专家 我们现在呢有Alior Beauty的创办人Angela 来帮你画这个设计这个眉型 那你自己本身呢 你很喜欢画韩式的一字眉 那Angela你觉得她的脸型适合画韩式的一字眉吗 我觉得她的脸型很适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脸型够尖 然后轮廓很好 长得很好 她不会说很像那种丰满的 通常丰满的脸型比较不适合韩式眉 你是说我 哈哈哈 不是因为如果你的脸很丰满 你用一直线 看起来你的脸就很宽大 那她的脸她本身就蛮长的了 好像瓜子脸 所以瓜子脸的脸型 最适合韩式眉 所以呢现在就让Angela好来拯救你的这个眉型 像Eric的话呢 因为她的眼睛跟她的眉毛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呢在这些下面的杂毛我们需要跟她修掉 而且像Eric的五官其实她的眼睛是很有神的 我需要把她的眉毛做得厚一点 那看起来呢就更帅气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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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